上一集的BC游记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一行四人坐轮渡来到了位于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 参观了拥有百年历史的布查特花园以及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 那今天的vlog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维多利亚之行 离开了唐人街,我们决定先去酒店check in 这次我订的酒店是Hotel Grand Pacific 从酒店的装潢可以看出这个酒店已经有一些年代感了 但是这个酒店的位置非常好 它位于维多利亚的市中心 去任何的景点都是步行的距离 我们等了好久才拿到了房卡 走吧 我们房间在552 真的打扫了好久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从门口进来 这边就是一个洗手间 打开门看一下 OK洗手间呢就是这样还蛮普通的 然后一个浴缸 对这个门不知道是什么 哦这是我们的房间 OK Let's go from here Yes the bathroom 好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客厅 OK然后呢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睡觉的房间了 我们有两个queen size 这样子的话 我们四个人就可以在一个房间设 最关键的呢 这个酒店的柜呢 是因为它外面的阳台 这边有一个小阳台 这边出去呢 望出去就是街景了 这边呢就是Fairmont Hotel 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的legislation 应该就是一个国会厅 OK街景还蛮好的 这个小客厅过来呢 它还有一个小阳台 就是这里 啊这里望出去 就是一望无际的 哦也没有 这里望出去呢就是海景了 在酒店修整了一下 现在我们出来觅食了 今天的晚饭我们决定去尝一下位于鱼人码头的一家当地非常有名 拥有39年历史的餐厅叫做Barb's Fish and Chips 顾名思义 这家店最最出名的呢 就是它的新鲜的炸鱼排 到了鱼人码头 我才发现原来这边聚集了各式各样的餐厅 这家店生意非常的好 当然出餐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有的鱼排都是现点现炸的 并且配以大量的薯条 所以大家点的时候别贪心点太多 这是Greel的生蚝 这个是炸的生蚝 然后呢 这个是就是鱼排 他们最出名的鱼排 妈妈 我发现原来是红色 但是它是蜡蜡 对吗 对 蜡蜡蜡 我吃了 这个是炸的生蚝 我刚刚吃了那个Greel的生蚝很新鲜 你的鱼怎么吃 是好吃吗 不是鱼 是鱼 是好吃吗 有鱼在里面 是鱼 是好吃吗 是 弟弟你是吃 番茄酱还是吃薯条 这是炸的鱼排 看着就是它现炸 看着也很新鲜 它的鱼排并没有太多的调味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配上它的特制的酱料 简单的晚饭之后呢 大家都累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回酒店了 我们路过了一个住宅区 这个住宅就是在那个港口边上的 景色非常好 我们回来了 你们累吗 你累吗 你们两个最好站起来 我们差不多十分钟的路走了有半个小时吧 OK OK Let's go 弟弟 Stand up Let's go 你们是那种出门会带床单和被子的吗 我是一定会带的 这是两个小朋友的被子 还有他们下面的小床单 我还带了我自己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旅行报都非常的重 两个小朋友都睡着了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维多利亚港口的夜景吧 Hey boys Let's go for the breakfast 两个小孩早上六点多就起来 你看知道吗 不是这个button 是这个 不是不是 错了错了 这个button 妈咪说错了 好我们去吃早饭 虽然呢 我是一个不吃早餐的人 但是两个小朋友和奶奶呢 肚子都饿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楼下餐厅 解决我们的早餐 看得出来 这家餐厅是重新翻新的 是中国的 装潢比较的现代 餐厅呢 提供早餐 中餐和晚餐 我们现在拿到的菜单呢 是brunch menu 价格呢 比外面略贵 但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现在这个点 在餐厅吃饭的呢 基本都是酒店的客人 餐厅的服务也非常的不错 可以给小朋友先画画画 打发一下等餐的时间 你看 就我们还没有开始吃早饭 然后弟弟的 apple juice 已经吃到一半了 不爽 OK 今天天宫作美是个大晴天 最后再欣赏一下酒店窗外的港口风景 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行程了 我们现在要坐那个water taxi 去鱼人码头 弟弟 are you excited? 可能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上午 所以游客并不多 整个water taxi就只有我们一家人 船长也非常的热情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 when it gets dark I'll take the blame for what we are I'm not sure that we can keep it about of emotion 是的 我们又来到了鱼人码头 但今天是晴天 感觉又不太一样 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海面上漂浮的 造型各异色彩斑斓的彩色小木屋 现在多为餐馆 还停泊着许多私家游艇 有奢华有简约 离开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沿着海边慢慢地走回去 吹吹海风 晒晒太阳 看看过往的船只与行人 感受旅行的惬意 好了 今天的BC游记就到这里了 下一集呢 我们将去到一个新的目的地 Malahat 一起去体验位于山水之间的绝美餐厅 以及Malahat的新地标Skywalk 入住我们的森林民宿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